两国领导人亲切会晤 这个似乎是今天司空见惯的一种政治秀 就如同我最近常常刷到一波太太圈的站位图一样 谁赞C位那都是有讲究的 估计民间对于这种两国首脑握手照片 或者是看镜头的照片 那是模仿的非常到位的 毕竟国家领导人已经是权力最顶端了 那比什么爱马仕的皮包药带出来的信息可多了去了 然而却不知道那些一直感觉有 但是又从来做不识的外星人 他们的星球对于会晤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也是暗流涌动的吗 不过早在几千年前 地球与外星人会晤的领导人据说是秦始皇 非常疑惑非常云端 大家好我是有兰娜 欢迎回到非常云端 中国古籍十一记 曾有过一段关于秦始皇和外星人见面的记载 我原本是想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的 但是根据我过往的经验 这段念出来会掉粉 因为大家和我一样不爱读文言文 于是鉴于我订阅也不富裕 我还是决定直接翻成百话文吧 其实中国历史我学的也不咋样 这段话解读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秦朝时期秦始皇对于神仙这类的事情十分上心 曾有一个来自苑渠国的人坐着螺旋舟来到秦国 这艘船外形和海螺一样 沉入海底行驶的时候海水不会进入船中 它的名字就叫做伦波舟 苑渠国的居民长得非常高 有十丈高 穿着鸟兽的毛皮制成的衣服来避体 他们和秦始皇谈论了一些有关开天辟地时的事情 说这些的时候 应该还会有一点全新影像里的画面显示 因为这里说秦始皇在和对方谈论这些的时候 犹如亲眼所见 毕竟我们印象中的飞碟都像是一个大的陀螺一样 那么如果真的和外星人有关系的话 如我一样对历史不感兴趣的人 这也要忍不住查一个究竟了 咱们先来看一下秦始皇是谁 秦始皇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一统六国的自称皇帝的君王 他对国家做出的贡献也是被许多后人所肯定的 统一文字 统一度量衡 统一货币 还曾去匈奴七百余礼 修建了中国第一代军事防御建筑 就是被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长城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 就用一句话来形容他 书同文 车同轨 行同轮 而古今文人一直把这个看作是歌颂秦始皇的一段颂词 包括我们熟悉的作家鲁迅都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这段话出自李济中庸 李济是春秋时期的著作 可见书同文车同轨 行同轮 并非开始于秦始皇 后世说的这句话也未尝不是对秦始皇独裁的讽刺 这中间最大的意思是秦始皇将中国所有不同的文化集成了一脉 是对各国文化的毁灭 其实这也不能说文人默克的误会是个笑话 因为站在今天我们的视角来看 统一之后的中国有了今天 经过数千年的文化传承 大家全是颜黄子孙 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始皇的功劳不可小觑 然而我们却忽略了几千年前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 秦统一六国之前 中国是由多个小国组成的 各国有自己的文化 就如同我们现在的地球 由不同的国家组成是一个道理 站在这个角度 如果现在我们生活的地球 由某个国家的领导人 要求全球统一语言 统一钱币 这个领导人是不是被别的国家所不容 是不是一个独裁者难堪的赤相 这种野心家 如果真的能统一了几千年之后 部分中国美国加拿大 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地球 后人一样会觉得他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 但是今天的我们 但凡谁露出这样的嘴脸 一定会遭到不同文化 不同种族的人反对 因为今天的我们 只能看到现在或者以前 我们不曾拥有几千年后人类的思想 而我花了这么大的篇幅来讲秦始皇 其实我想表达的是 作为一个独裁者 拥有野心是一个必备的因素 而谁给了他这么多宏观的建议来成立这些 难道真的如同史书中形容的那样 因为一系列叫得上名字的历史 大臣辅佐吗 那个年代的历史人 他就是再聪明也是那个年代的人 他一定聪明不过几千年后 我们身边随便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 因为这个就是进化 到了这里 我忍不住又要想了 会不会有像电视剧里脑洞大开的那样的事情发生 现代人穿越回去 给了他们超越几千年的超前思想 毕竟科学到了今天 我们不知道内容实在太多了 有没有超光速穿越历史 谁也说不清楚 又或者会不会真的有外星人存在 就如同我们开篇讲的那样 一个长得巨高无比 穿着羽毛制服的人 他乘坐着一个陀螺一样的飞蝶来到地球 看到了秦始皇觉得 嗯这个帝王如此可教练 就指点他一二吧 于是就有了我们开篇那个十一级里形容的那样的事情就发生了 讲到十一级我觉得首先我们得看一下十一级其真实性 虽然我觉得古代文人默克拥有超强的想象力也属正常 毕竟我们看的西游记啊聊斋啊都是出自古代有想法的作家去比 这十一级里有没有可能也是一个拥有超强脑洞的古代作家杜撰出来的呢 十一级又名十一路 为东晋十六国时农西安阳人王家所钻 属于灵异智怪小说 全书共十卷 二百二十篇 保存至今都已经残缺不全了 前九卷记来自上古刨西市神农市至东晋各大的历史译文 其中与山海经也有部分重复的内容 如果这么解读这段话可以理解为这本书不是作者坐在家里想出来的 这里面有很多的传闻来自于民间 反正真真假假的也说不清楚 既然无法证实这本书的真实性 咱们唯有自己来推理一下秦始皇发生这件事的合理性了 提到秦始皇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首先想到的都是兵马俑 这兵马俑里面的故事也是很多可以深挖的 我对待所有新奇的事物的理解是 这件事被多少编剧盯上过 编出过多少脑洞大开的影视剧 那么此事件就拥有多么大的新奇点 值得去挖掘 抛开兵马俑所有的争议不说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不同文化人持有的不同意见 毕竟它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产物 有争议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今天这期因为我们主要讲的是外星人的事件 我们单纯讨论一下神奇的事情 首先兵马俑出土的时候 其颜色是非常真实的 只是因为后世我们技术不到位 导致出土后的兵俑因为氧化颜色迅速流失了 其次如果仔细观察兵马俑会有一个发现 这里面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这些细节如果再往身里讲的话 兵俑所配的兵器都是严格按照他们的身份配的 而这些出土的兵器中有一把青铜剑上 竟然附着一层锣的涂层 因为锣属于稀有金属 金属锣的发现至今仅有两百多年 无法想象在两千多年的秦始皇年代 古人是如何提起出来金属锣并涂在键的表面的 除了这些无法解释的金属锣 就是秦始皇陵里含有大量的拱 也让人产生了疑问的点 我查了一下 用拱和真空这种概念相结合 是1961年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托里差利 他发明了马德堡半球实验 其目的就是想证明大气压的存在 而他所使用的道具就是水银 如此看来秦始皇陵在建城的时候 是利用水银也就是拱 来制造了一个真空的地下城 他的皇陵在始建初期 对于这种真空大气层的使用理念 比意大利的科学家早了1900年 从这种种迹象显示 兵马俑可以说是按照一个真实的社会构建的 他绝对不是一个陪葬的人偶这么简单 兵马俑作为影视剧作品热门题材的这一块 1990年的古今大战秦永秦里 兵马俑是用真正的士兵抹上尼巴做成的 并且因为服下了秦始皇炼制的不死神丹 来到现代的故事 2005年神话里讲的是一个真正的地下王国 那里面也有活着的人 就是那个陪葬的 且在等着自己真爱的公主 这两部电影无一例外的都提到了不死神丹 而且也都在这一块上面下了功夫 上面我们提过 秦始皇有很多超于当时那个年代人的思维方式 但是不死神丹却不能作为那个年代想不到的一个点 毕竟从古至今大家都在追求长生不老 但是看了这么多关于长生不老或者不死神丹炼之类的史实故事 唯有秦始皇这一块似乎是有点眉目的 而后世出土的秦始皇陵 很像是一种秦始皇为自己不死找到了一个合理的点 毕竟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态 不死的人不知道在别的星球是否存在 在我们地球上而言 那不是妖就是怪 于是秦始皇在地下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国家 不管是军队还是武器 总感觉他并没有一味的迷信去追求什么长生不老 而是为自己曲折的寻找了一个构建于隐秘之处的王国 而早期他花大量人力物力去寻找长生不老的药 想永存于世 最后又是什么原因 突然开始构建自己的皇陵 并且有了兵马俑这种想法 兵马俑里面是真人 这些人都拥有可以复活的能力 这些单纯是编剧想出来的 还是因为秦始皇这样想了 所以才令脑洞大开的编剧有迹可循 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说完兵马俑 当然我们还得说一下长城 毕竟比兵马俑更出名的 还是我们中国人为之自豪的万里长城 长城作为一种军事工程 其实在那个武器不发达的年代 建筑这样的长城 是一种抵御外敌的有效的办法 而到了今天 让人津津乐道的 倒不是长城抵御了多少外敌 而大家最感兴趣的是长城是怎么建起来的 其实长城并非秦始皇年代才开始新建的 从春秋战国时期 长城就已经开始修筑 到了秦始皇年代 长城已经修了一半以上 是秦始皇把长城完成倒是真的 关于修建这一块 因为后世实在无法想象 如长城那般整块的巨石 在那个运输以及器械都不发达的年代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历史学家无法研究出来一个具体的说法 所以就和埃及的金字塔一样 长城也有了外星人建出来的这种说法 当然所有的传闻 无非都是因为找不到合理的解释的原因而产生的 今天我们可能无法理解 那个年代的人是用怎样的毅力 去将那些巨大的石块 一块一块堆积起来 变成一条万里绵延的长城 现代的人都在利用现代的机械设备 来完成这种宏大的工程 无法体会古人施工的艰难与智慧 然而究竟是古人的智慧 还是真的有外星人的帮助呢 其实这里面纯粹就是你信啥就是啥 反正我相信外星人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我更相信 早晚人类研制出来的超光速 到时候就好像很久很久以前 我看过的一部TVB的港剧《寻情记》那样 人们可以来去自由 穿出在时空的隧道里 2000多年的秦始皇 不管他拥有超越那个时代人类的思维也好 还是真有什么高人在背后指点 这个高人是外星人也好 是穿越人也罢 毕竟曾经的秦始皇造就了好多神话一样的成就 今天的我 没有那样的主角光环笼罩 自是不可能拥有2000年以后的思维 但是唯有希望外星人来的时候不要招成星际大战 科学家发明科技一定要保证宇宙平衡 反正平凡如我 唯有希望岁月静好万事平安 好吧 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记住订阅点赞留言转发 我们下期见